娱乐转圈圈 这两年两部最火的古装单改剧男主角的同框了 两位主演站在一起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有CP感呢 很多的网友纷纷表示 真的是单改剧大集合呀 而张哲瀚和王一博同样是通过古装单改剧 在娱乐圈里面活起来的 这一次又合作了这一部电视剧作品 自然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关注 而另外让大家非常关注的点 就是张哲瀚的身材了 张哲瀚的路透照片中可以看得出来 尸身的他身材真的是非常的好 腹肌细腰宽肩翘臀 真的是娱乐圈里面的男明星身材点范了 最近的张哲瀚 凭借着和龚俊一起合作出演的古装单改电视剧 山河令在娱乐圈里面成功爆火 而在这之前 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虽然出演了几部非常不错的电视剧作品 但是在娱乐圈里面一直不温不火的 这一部电视剧在上线之后 火速获得了大家的喜爱 两位主演在最近 无论是影视邀约综艺 邀约还是商业价值 都是相当不错的 其中张哲瀚 最近连着接了几部新的影视剧 可以看得出来 2021年张哲瀚 还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多十分优秀的作品呢 这一次王一博搭档张哲瀚 合作这一部电视剧的看点 还是非常的多的 首先不说 这一部电视剧的剧情 以及制作组 有多么的厉害了 就说两个人的合作 就已经会获得很多网友的喜爱了 同样是通过古装的改剧爆火的 他们这一段时间 也确实在娱乐圈里面 活动相当的频繁 而王一博在凭借着 和肖战一起合作出演的古装 单改电视剧 陈情令 在娱乐圈里面抱普之后 在2020年至2021年的资源 相当的不同 作为电视剧男主角 也拍摄了非常多的电视剧 和赵丽颖一起合作的电视剧 有匪在娱乐圈里面 也拿下了非常高的热度 以及非常多的关注度 同时王一博还作为了 这就是街舞的常驻面 以及天天向上的主持人 通过《山河令》这一部电视剧 很多的网友才发现张哲瀚 这一个宝藏男演员 不得不说张哲瀚 确实是太优秀了 在古装单改电视剧 《山河令》里面 他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和龚俊的搭档 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他们两个也使这一部电视剧 锦上添花 两个人最近的资源相当的不错 不知道在日后 还有没有合作呢 但是在前一段时间 官宣了即将在五月开启的《山河令主题演唱会》 两个人也会到场出席 不知道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节目呢 你期待这一部电视剧吗 这篇报告完了 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 谢谢